和女朋友是异地恋 那个时候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她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情闹分手 一生气就可以三微信 三QQ拉黑电话 我就开始疯狂找她 给她的微信发了很多消息 她都直接拉黑了 后来找到了支付网 发现她没看 不经常登录 于是我想到了网上的一些网络电话 这样就可以显示位置来电 绕过她的黑名单 好不容易打通了之后 我不敢说话 怕她直接挂掉 僵持了大半分钟 她就说 你谁呀 你再不说话 我报警了 我装作很奇怪的声音问 请问是陆小姐吗 你的快递到了 请下来拿一下 下来之后 她看到我在那门口 好像气也消了一大半 只是嘴硬的问 你来干嘛 其实我去她那里很不方便 毕竟不在一个城市 我要先坐公交 转地铁 再坐客车 公交 最后再搭上 骚气大叔的电动车 才到了 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希望 她可以不要因为一点小事 就惊天动地地和我吵架 我的心脏会受不了 现在我把她接到了 我在的城市 日子过得也很平淡 我的感情很简单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 一朝一夕 都淹没在厨房的碗筷 和平常的伴嘴中 感谢我们没有在 异地恋的迷失方向 看着她在厨房里 带着围裙忙碌 早上没刷牙的样子 我觉得这就是 我想要的生活